作为FromSorto World 2019年度的最新动作大作 我呢也是第一时间关注了这个作品 那么这么一款由黑魂的引擎做出来的 被命名为只狼的天猪 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游戏呢 让我们赶快看一下它的实际影像吧 各位新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叫石川小次郎 如果你要问我 这个我现在站在一棵树上在干什么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 我在练港 就是叫港练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 你才能像我这样子 啪的一下飞到一棵树上 再飞到另外一个屋檐上 再飞到屋檐上 屌不屌 立体机动装置也没有我这么屌 但是呢 如果你以为我只会在墙壁上这样跳一跳去的话 你就大错特错了 我的战斗力呢是非常强的 啊什么你不相信 那我现在就演示一下给你看 那么现在我的脚下呢就有个渣渣 看好 路来生长 只有你名三千 怎么样啊 帅不帅 像刚才讲这般行运流水的这个动作呢 你没有我这般的港度呢 这个是根本做不到的 什么你说我这个 在偷袭人家 好的你看啊 我的妈的这只个正面杠啊 然后踢 看到没有啊 看到没有啊 刚才这一套连战呢 这个各位太刀侠的同学们应该也非常熟悉啊 这就是这个剑切斩 啊这个敌人有点多啊 我们从边上走 我跳啊 这个你不要以为这个 我不用立体装置呢 我就不会跳了 我很会跳的 我一跳一个游民呢 再看好这个渣渣 不踩啊 哎 可能你要问了 这个我杀人的时候 这个斗技这么大 为什么敌人没有发现我呢 啊 我建议你们呢 去读一本书啊 这本书呢 一读就懂 大家看完了吗 看完的话呢 我再次使用 如来神掌 只不要脸要你命三千 这本书呢 刚才那一下 好像不小心的 引到了一个无常厉害的武士 当然这个武士呢 也是一个群众演员 大家知道 他是比较高级的群众演员 看我装臂 剑切人 剑切人 我剑 我剑 我 差 啊 这个因为这个群众演呢 这个跟导演有点关系呢 所以说有两条命啊 但是两条命的话 我们继续 哦 我还有跳皮枕 卧槽 卧槽 这个跳皮枕有点厉害啊 啊我也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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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切 啊 啊 跳皮枕 我也会啊啊 就你会跳皮枕 啊 剑切 剑切 啊 哎呦 啊我们正往后跳神一下 打断节奏啊 看我一跳 我左跳 我右跳 哎呦我操你吧 啊 啊好了 这个完了 我这次真的生气了啊 不行 这个我要喝一口大力啊 啊来了 看我的 啊 啊 啊 哎呦我靠 啊 哎呦我这个 跳皮枕不能倒 嗯 嗯 剑切 剑切啊 嗯 去死吧 啊 回家去呢 记得去吧 跟我屌 他妈的 对不对 也不想想我姓什么 对吧 哦对了 我今天跟大家说了 我有一些这个秘密武器 啊 我愿意给你们看一下啊 啊 比方说这里有一个啊 这个拿盾牌的渣渣啊 这个 这平时普通武器呢 是很难破防的 看好这个流氓 神服 我操你妈的 啊 嗯 啊怎么样 你帅吧 好这秘密武器还不只是一个 看好这个 分拨手里剑 我操 哎呦 我他妈的怎么这么不配合我呢 你想不想这个另变呢 啊 啊 啊 现在这个群众演员 这个越来越不好找了 一个都想装逼 你也想装逼是不是啊 啊 啊 嗯 叫你们一个个装逼 立体机动装置 哎 好 啊 当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呢 肯定没有我这么厉害 对不对 所以说呢 这个游戏呢 还是设计了一些啊 可以让大家一路潜行通关的办法 啊 你看啊 这个我现在就演示一下给大家看啊 这个我现在啊 这个地方躲起来 阴起来啊 好了啊 直接这个远处走过了一个老阿姨啊 我知道很多这个观众朋友们呢 这个看到老阿姨呢 都是一把不能的啊 看上去叫老阿姨屁股碎 啊 当然你问我这个为什么啊 这个要把老阿姨给这个干翻了 因为这个不干翻的话 这个屁股不能随便摸 对不对 这个老阿姨万一叫一声 这个万一这个警察叔叔冲过来 对吧 这个边上这个群众观众朋友们 这个手机微博再一发 这个你人都不要再做了 嗯啊 这个我们说偏了啊 这个我们继续演示这个暗杀啊 这个暗杀呢 非常适合这个新手啊 你看啊 哎哎 是吧 这个出其不易啊 相当的简单呢 不需要太多的战斗呢 再配合这个啊 这个群众演员的素质 你看到没有 哎 这么近了啊 哎呀 看着自己同伴啊 这个啊 这就是一个合格的这个群众演 应该有个素养 让大家出来玩哟 看我偷立体机动装置 我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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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 后头颈折出来 奔波手里剑奔波手里剑 哎 两下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群众演员配合之后的 这个正常表演 好的啊 这个我们现在还有小米的问题 最后两个问题 哦 我去这一脚啊 这个看着我先解决啊 这个小武士啊 这样解决后面这个大块 哇哇 这个一脚 哇 高抬腿 这么大个 外头腿抬这么高 一起练过这个体操吗 我看你膝盖我看 我 哎呦我操 啊 这个小的真烦 话说这个 话说这个 这个大块头刚才不是被他们囚禁起来的吗 为什么他 被放出来还一起打我呢 我把他放出来 他还打我啊 这个这个真是太不感恩了 啊 现在不感恩 我们先解决这个小的 哎 刀好 极了 啊 现在一打一了 啊 我不怕你了 啊 啊 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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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瞎打我 我这个很灵活的 立体机动装置 哎呦 啊 操 哇 靠 我还来 哦 哦 我天 啊 这个普通小朋友 不要跟我们学 这个 那这个我是练过岗的 不练过岗的话 刚才练一下 你就死了 他妈的 看好 进去 嗯 啊 这个 那推好硬啊 哦 哇 又来 哦 哎呦 我的个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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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嗯 啊 这个是我故意的 因为我要给你展示一下我的真正力量 那就是跨越死亡的力量 哎呦 八眼一刀流 比几分 五眼一刀流 哇 操 啊 啊 啊 刚才很屌是不是啊 啊 哎 哎 妈妈的我才是boss 是吧 你说我不是boss啊 大家说服不服我到底是不是boss啊 好的那么只狼的时机演示动画呢就到这里了 虽然官方宣称呢 这本作是对当年天珠的一个补玩 但是看了演示动画之后呢 我现在在确定这明显就是想狠狠的揍这个光荣一点 很明显 弗兽罗斯罗沃想用实际行动告诉光荣 战国类的硬核游戏应该怎么去做 然而目前为止只放出了一个过场动画的人亡2来说呢 光荣这边的压力呢应该是非常的巨大 而对于一改欧罗8的剑与魔法风格的弗兽罗斯罗来说呢 这一作呢也无疑是个挑战 再加上童年的对马之鬼 所以谁才能成为2019年的武士游戏的真正赢家 我们拭目以待 我是空玩呀 有空帮忙点个关注点个收藏 收藏一下微博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UF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